大家好,潘大帅,欢迎收看,观战一下皮皮鸭,鸭老师,好久没观战到了啊,傭兵,病患,勘探,古董,阵容倒是很能打,但这阵容他不一定够雕刻家打呀,雕刻家怕你能打吗,他怕的是自己雕像不中,伤害起不来,存在感不够。 到不了二阶,你来打说不定还给他存在感,更多的还是拼操作吧,这局其实是纯拼操作的一个对局啊,就穷者要赢呢,他们得是前中后三阶段都打得好,而我觉得雕刻家的话呢,只要穷者来打,他抓到机会了,就偏多。 其实雕刻家还是比较烦那种,修机快的阵容啊,真不怕这种能打的阵容,这里的话看一下雕像能不能补一下闪现一刀带走这个佣兵,抓一个佣兵呢,对于穷者来讲就,这局必然要打。 因为我觉得选出这种阵容啊,穷者是不甘于保平的,对吧,我都选了这种打架阵容了,然后你让我全程修机,修完机子跑两个,对不对? 不太能,不过佣兵手里还有个护臂,现在的话佣兵前期第一波的牵制可能要到三台阶,牵制的越久,打架的可能性就越高,因此来了来了,这波打得好,这波这个时间点好,这个时间打的话对于古董上来讲,他自身是没有危险的,因为你不可能说这个时候反手再去抓这个古董了,你一定追着这个佣兵,那么古董,他就是无敌状态, 我只是消耗一轮道具而已,追刀,哎哟,这一刀要是能打个震射就好了,这刀打个震射补两刀存在感太关键了,你在救人的环节,我可能就通过一些伤害就到二阶了,这样的话古董上机子修完,来,看这波吧,这波的话雕刻家手里面应该能存个五六个雕像,一波防守就能打回来,古董上这边被通击,手里面念有闪现,胜负关键手,这一刀, 这一波,哎呀,这个飞轮,哎呀,这个飞轮,这个飞轮雕像拦住,传送回来,哎呀,传送回来不好呀,他这波雕像,对吧,打断古董上救人,手里面闪现,一个闪现,把这, 古董给带了,是可以的,是可行的,我觉得,他这波传送,你落地定点,一定吃棍,那这波打完,我觉得雕刻家亏了呀,打出一个二挂佣兵,勘探员,这边机子没有任何影响,病患的话,这边过来救人,一轮伤害,病患交勾,没能打断, 手里面雕像,飞轮躲掉,机子,差不多了,差不多救下来,没有传送,压老师,拜拜,应该是偏一个多, 因为现在,雕刻家手里面,没有雕像,没有传送,他形成不了击倒,我觉得,还是刚才那波古董上救人,真的,飞轮都交掉了,对吧,你雕像,你雕像只需要打断他,然后交闪现,古董上想要棍子来,打出纸壳,打出晕血是比较难的, 而传送的话,就必然一定,给你来一套连招啊,好的,那最终的话,压老师,应该是,最多留一个,而且,好像刚才没看错,前面还有地窖, 冲住,再封,砸了个板,不过好像不知道地窖在哪里啊,他不知道地窖在哪里啊,那行吧,那就,留一个,蛮可惜的,我觉得还真的是有机会啊,真的是有机会,那波古董上又被通缉到了,吃了一刀,古董上的飞轮是交失误的,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